好,那我们用Note.js来示范一些Java Street的程式的执行 那这边呢,我先把这一个 HDML的部分,那是在浏览器里面执行的 所以我把这一段复制下来 这个是,这个是纯粹的Java Street 那我们就到C槽底下 我建设JS的资料夹 那我这边放一个程式 这个就叫做什么呢 dsp.js 部档名,请用.js 就是代表Java Street的部档名 那用记事本就可以写了 其实你用Note.pad++之类的 会更好一点 那这里,document.write 这里就 在Note.js里面 你要采用 console.log ok console.log 那这个PRE 这个是纯粹HTML语法 这个就不要 PRE就是叫它不要格式化 好,那在这里其实 根本就没有可视化的问题 不用 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是Note.js 这从哪里启动 从这里 这里是Note.js Note.js 刚刚我们启动的是这个 这个是那个交谈室界面 这个是命令列 啊,交谈室界面 其实长得也很像命令列 但是毕竟他不是命令列 不能VIR之类的 那这个就真的是命令列 所以你启动之后 我又切到刚刚的那个资料夹 好,这是命令列 好,这是命令列 OK,你会看到 哇,有问题耶 为什么 Unexpect Optane illegal 我们看一下 他说 s等于 log 这里 分号加一下 我先把他简化一下 哦 这里 少了一个分号 少了一个分号 对 这里把上面做好 这样就OK 我先把它简化一下 这样就OK 那你就看到,ok,s等于5,y等于7,s等于hello,s加s就是hello5 因为s是5,s是字串,字串相交就是连接 那s乘y5乘7就是35 ok,所以我可以从命令列来执行这个东西 那刚刚我们所使用的那一个是叫做note.js的这个,这个组成式 那这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是command font 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给剪贴到这里来,大部分也都可以执行 就是我这边贴上,大部分也都可以执行 如果你按照顺序的话,应该是都可以 ok,那记得就是它的输出在web上面是document.write 在这个交谈式界面或者是note.js的环境里面是console.log 那有时候你会一直觉得console.log这个名字好长哦 在JavaScript里面其实有很方便的方法 我比如说我用log等于console.log 那之后呢,我就不用再一直写console.log 你就只要写log一下 因为这个变数就等于这一顿嘛 所以我误叫它,就是误叫console.log 所以我现在呢,如果我回到这个去执行 你会发现一样可以执行 那以后你的程式码就会大大便短 只要输出就要写log一下 那甚至你也可以改名 然后比如说叫put 叫write 都可以 所以请你试试看像这样的程式 ok 那放在note.js的命令月环境里面 执行一次看看